提起东北的张姓汉匪,很多人一下子就想到了张作林,但那是他早期的崛起,后来他头满清,做军阀,就属于正规部队了,所以不能说他就是土匪,而张姓土匪乐山,却是实实在在的土匪,所谓实事造英雄,实际上实事也造不是英雄的英雄,对于政治腐败,军被废持,军阀割据的现状, 许多人只能说博得不干起了打架劫舍,占山为王的差事,他们不是正规军,不是军阀,实力却不可小觑,他们依靠地理为止的优越,总是处于上风,张乐山年轻时为了活几就当了土匪,因他有三大绝火,一,相法绝百发百中,二,眼绝手快,三,推绝翻山越岭如履平地,被推举为匪首,他以猛琴命名做山雕, 将土匪的名声名扬在外,同时也让少女苦不堪言,1920年,张学良担任奉军卫队旅旅长,实质东三省匪患,张学良率部击溃吉林昏春长江好的土匪队伍,又在吉黑梁省多次剿匪, 当时张乐山说服他许因在黑龙江搞匪患,被张学良消灭,做了替死鬼,1931年9月18日,关东军袭击北大营,沈阳当日沦陷,四日长春陷落,而日本继续向黑龙江行进,路过松原附近的山林,做山雕之士日本人,下令开火,最终土匪部队消灭了 这支挺进的日军小部队,当时张学良下令东北军不抵抗,三省所在部队一败又败,而竟然是土匪误打误撞,的打了抗日的第一枪,张乐山土匪部队只有几百人,自然无法与日军大部队对抗,因此与东北抗联兵和一处,打起了日本人,但是土匪还是土匪,他们没有统一的编制,没有信仰追求,只是为了乱世生存, 所以当东北抗日联军受挫,张乐山转身就投靠了日本人,日本人让其杀中国人,他对下属说,我虽然是土匪,但我还认诅诅,因凤阳为日本人办事又反了日本人,我们在电视剧中看到的临海雪人匪首人行是他,其实亮剑中黑云债匪首谢宝庆说过的,我抢过日本人的,抢过国民党的,就是没有抢过你们, 八路军的原话,就是出自他口中,但是张乐山还是有功的,从918开始的14年间,他训练土匪,一直打仗,土匪一般十分急紧,一有风吹草动,马上就会做出反应,而且土匪擅长设暗哨,这一点上土匪,都是八路军设计战术的引路人, 张乐山在东北培育的土匪规定要穿着衣服睡觉,而且武器就在身边,一有动静就能立刻起来作战,张乐山训练土匪夜间战斗,曾在松原地区夜间袭击日军的山林部队,枪了许多物资,许多土匪经验丰富,后来很多人因为国破家亡,参加正规部队以抗日, 尤其是在截击日本物资后,他将抢来的日本女人都给了属下,这也是属下为其尽忠的原因,张乐山又坚持抗战之功,这不能否认,但是建国后他以土匪动乱东北秩序,这也为其埋下死路,功过不能相抵,评价刘雨后代认可。